欢迎走进文言那些少 故事里的灾表示不同的语气 下面社群就给你好好分析 这个灾肯定是做虚词的料 主要是做语气助词 咱们可以根据句子的类型 还有不同的语气来判断它的用法 首先灾可以用在语气强烈的访问句中 相当于妈 看左边第四行 惊奇惊世人如此灾 唐朝给官员发的工资太少了 所以吐槽的时候 官员们的语气肯定不会温柔 所以这里的灾就表示反问的语气 而起什么什么灾 构成了反问的固定搭配 意味难道什么什么吗 句子的意思是 如今难道轻视咱世人 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吗 灾的这种用法很常见 如欧阳修的《灵观传》序中 也有个名句 福或患常基于忽畏 而致永多困于所逆 岂如灵人也灾 这个访问句中 灾和野联用出现在锯末 用来突出反问的语气 那么灾也可以以为吗 具意就是 祸患常常是从细微的事情积累起来的 智慧勇敢的人 往往被他溺爱的事物困扰 难道只是溺爱灵人才如此吗 除了表示反问语气 灾也可以用在普通的疑问句里 表示疑问 相当于呢 啊 看左边第二行 常有人私语 汉士大夫宠欲优我 何今安在在 这时唐少官员 羡慕汉朝官员的待遇太好 在最后一个分剧中 安和灾搭配 组成了表示疑问语气的固定搭配 整句话是说 曾有人私下里说 汉朝士大夫待遇这么好 如今这些待遇都去哪里了 反问疑问 这两种语气 最后都是以问号结束 下面这个是以感叹号结束 也就是说 灾也可以用在感叹句末 表示感叹语气 相当于 啊 呀 看左边第三行 石墨如人哉 哎 这里是唐少官员抱了句粗口 感叹自己的生活不如人 而哉在这里就表示感叹的语气 意味啊 句子是说 实在不如别人哪 一般来说 疑问和感叹都算是语气比较强烈的了 不过还有个起始句 语气也挺强 通常来讲 让别人做个傻少 无论是请求还是命令 都需要比较强的语气 来帮助我们表达 所以灾有时候放在起始句末 表示起始语气 相当于把 啊 看左边第六行 曰 居长安大不易 无时己陷于此也在 连官员都不好在长安混 何况咱这些平民小百姓呢 所以最后一个分句 是表示禁止的起始句 在作为表示起始语气的注词出现 整句话就是说 在长安混实在太不容易了 千万不要让自己陷在这里啊 好了 在的所有用法就讲到这儿 下面又到了咱们的复习时间 灾是虚词 主要做语气注词使用 首先它可以用在反问句中 表示反问语气 也可以用在疑问句中 表示普通的疑问语气 除了用于问句 再也可用于感叹句 表示感叹语气 最后社区还介绍了 灾用于起始句中增强语气 帮助咱们表达态度 好了 关于灾的那些事就说到这儿 下个视频 要出现的是三兄弟 唯唯和唯 咱们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词按赞 订阅